吃GTN的未必是动物手术的 吃GTN的人总之有心脏病过的人都有GTN在手上的 GTN有坏处的 他可以止痛 可是他可以把血压降低 降低到血压低过头会跌倒或者是 休克的 所以要小心 如果是心跳太低的话怎么办 心跳太低的话你要查一下你到底吃的药有没有 是造成的心跳太低有些心脏的药是特地把你心跳弄慢 因为他弄慢过后你的血压就会比较温和你的心脏就没有这样多压力 他是特地弄你的心跳低的 可是太低低过50的时候会头晕 如果是有吃药的立刻要把药放一边立刻看个医生 总之是心跳少过50的都来查一查 一定要查一查 如果你不查的话我们不知道什么事情 是药物还是心脏的 因为我们心脏的跳动有那个旋律的 我们那个跳动那个旋律就是我们的 车车开始有问题 他就跳的比较慢 那也是大问题 所以那个需要医生检查才知道 心跳低的需要看医生 如果你是 如果你是一个athlet 跑步健将 跑田径的 或者是那种运动员打Bagminton的 心跳50到60是正常的 因为我们的心脏已经是被train过了 所以是正常的 如果你不是 如果你是有心脏问题的人 然后吃着药的 50到60是正常的 因为药质控制 要你50到60 OK 低过50 一定要看医生 好 我再看一下还有什么问题 还没有答的 龙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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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霜的英文怎样写 Thrombolysis T H R O M L Y S I S 我带这个会打 我打给你 Thrombolysis OK我打了 看他传过去吗 嗯 啊 好小镇医院可不可以有ECG要求ECG啊 如果你身体有阻塞的但是可以做 讲真的 全部private医院都有 Private clinic都有ECG machine的 啊 一定要 你可以自己去自行做一做 刚才你说Antioxidant好 Hydrogen water有没有帮助 啊 Antioxidant有很多种 很多种 他们这个功效呢 是比较我们讲的不是药物的 它是supplement的问题 我是做医生的 我是不是很清楚这种supplement 的好处 应该是营养是比较清楚 啊我只是可以说Antioxidant有它的功效 就是它可以把你负离子 减低 可是我不懂哪一个 食物的Antioxidant是比较好 所以Hydrogen water我是不是很清楚 不好意思 嗯 嗯 如果心脏有60%阻塞 吃药一个月观察OK吗 不OK 你还是要一直吃药的 因为 心脏如果有26这个是应该是 心脏的血管阻塞吧 65% 心脏阻塞的问题 它是不会 解决的 它不会自然融化的 不能的 所以 这个是我们一几二十年 如果你是改变生活的话 可能你可以减低到变成50% 可是 你还是需要吃药的 所以当你 所以我就说 预防生理治疗 最好是不要达到那个情况下 然后我们才要吃药 一开始吃药 心脏 很少人会挺药的 嗯 所以我说很难要接受这个问题 心脏问题其实是一个很首尾很长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有机会很健康的坐在前面 大家可以交谈没有心脏病的时候 需要保护这颗心 真的是很重要的 吃 吃东西一定要 小心 如果你是选择不到整件工作很忙 吃不来 如果吃不来的时候 怎么做 吃不到健康的时候怎么做 就吃少 少吃多餐 不要吃全部东西 吃一样的东西 就吃 一点点 每样东西吃一点点 也就不会有相当问题 我的爸爸手术后有吃控制心跳药 是吃永久的吗 要看看你那个那个心跳的问题是 永久性吗 如果是 如果是暂时性的 可能就不需要吃荣有 有些 做了手术过后是暂时性的 你要问一下那个心脏医生才知道 这个很重要 这个真的很重要 小孩子肥胖会中心脏病吗 答案是会 因为我看过 九岁 心脏病死亡 所以 我的视频在我很早之前的第一 第一集的那个视频就讲肥胖 肥胖是 万病之手 万病追赌的一样东西 肥胖就是导致全病的问题 心脏病 为什么肥胖会有心脏病 我告诉你 肥胖的人睡觉是有打汗的 睡觉就 为什么 就是因为这里的 肉很多 然后呢 他这个地方的呼吸器官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呢 空气很难进入肺部 然后睡到一半后 忽然间停止呼吸的 很多小孩子会这样 如果肥胖了下来 睡觉 你很大声的打汗 打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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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声音打了很久 忽然间没有声音了 然后忽然间停了10秒钟 15秒钟 忽然间很大声的又来一次 那就是我们讲的 非法弄成的这个答案 这个情况呢 久而久之肺部的压力提高的话 心脏就会肿胀 这个心脏肿胀呢 小孩子是比较快 心脏肿胀的时候呢 然后血管 因为 那心脏肿胀的时候 很厚啊 心脏的 muscle 很厚的时候 你血管 给那氧气 给他不够 因为他很厚啊 然后你血管不够 给氧气的话 这样不是心脏病吗 如果有些孩子缺氧 所以他跑步 你看到有些小孩子 跑跑下 会很包庇死掉 怎么会死掉到小孩子 没问题的 因为他就是肥胖 长期有那个心脏衰弱 然后再加上 有心脏病的问题 所以有心脏病 方法的问题 所以 妈妈 爸爸 大家有 亲戚姐妹的 可以提醒一下 谁肥胖的 肥胖的是 是可以解决的 问题 不要等到心脏一肿胀过后才来减肥 已经太迟 如果是有胃痛的人呢 我觉得 你应该去 查一下你心脏 怎样都好 去做一做这个胃镜 做一个心脏图 来解决到底到底是胃 还是心脏 你做了这个检查过后 你就可以解除你这个烦恼 然后那医生会 会解释给你听 胃是怎样 然后 还有如果你是觉得 这个是 不知道是胃还是什么 你可以吃胃药 你吃一剂胃药 那个痛不见了 那就是胃 因为心脏病吃胃药 是不会不见的 它会在那里一直痛 在那里面 就你吃胃药 那么容易 得到 就像这样的胃药 虽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